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美虫 今天我们继续讲解魂子离娶第三季第八集 上一季我们说到 惠岭在逗宝宝时 无意间发现宋元的灵魂吓得魂飞魄散 连忙告辞离开 会一会儿事前回家 行尸走肉般坐在沙发上思念宋元 宋元灵魂坐在塔旁边 看着爱人萎靡不振 宋元眼眶微红 事前看着忙碌的母亲 想起宋元阵痛时曾说过 让事前以后一定要好好孝顺母亲 身为母亲又要经历生产的辛苦 话刚落音 母子俩不禁悲从中来 暗叹着都没给宋元一个像样的婚礼 宋元的灵魂坐在沙发上 望着事前一家三口 心里难过至极 不一会儿消失不见 四日事前买麻花时 又思念起宋元 这是她最爱吃的美食 回到家事前让爸妈品尝麻花 宋元的灵魂也拿起一个麻花 津津有味地品尝着满脸幸福 另一边 继母从新加坡回来了 这次回归 继母好像变性了一般 没有之前的尖酸刻薄 还热络地与碧影聊着天 为她带来很多礼物 临走前竟然还要和碧影拥抱 碧影被惊叹 连忙联系 俄美告知此事 却从俄美口中得知 下午女儿曾与她见过面 女儿决绝地说出让父亲保重的话语 院长听到这话 内心苦闷无比 正喝酒解慢时 继母回到家中 一见面 继母竟破天荒地送给俄美花花 还热情地与二人打招呼 拿出礼物 两人面面相觑 不知继母为何性情大变 此时教授找了院长 得知作家即将结婚的他 想要院长找碧影打听下 作家结婚对象是谁 他担心作家遇到了牛郎 会被欺骗 不然就是有钱的老头 教授不会想到 作家会与帅气 多金 初婚的士班结婚 与此同时 作家正与士班商量着婚礼事宜 士班却迎来了不速之客 他的父亲 父亲此次前来 想打听士班结婚的事情 准备参加儿子婚礼 士班却扭过头去 不看对方 只是让父亲不要再管自己的私事 当年他出轨离婚 并抛弃弃子后 两人就没有了关系 过来尽快让对方离开 士班坦白作家的情况 刚得知儿子竟和离婚带娃 并且与儿子年龄一样的女人结婚时 父亲欺负他一处来 劝士班找更加年轻的女生 拥有属于自己的孩子 而不是成为别人的继父 士班不想再离回父亲 直接赶人离开 次日士班带着作家及儿女 去滑水场游玩放松心情 作家望着与孩子们 其乐融融的士班露出笑容 而教授正在家中炉自垂泪 饿完雪士班带孩子们吃烤肉 温柔体贴的形象 打动了孩子们的心 圣诞节即将来到 俄美去蛋糕店买蛋糕 却意外遇到了惠岭 望着对面心机颇深的惠岭 想到巨石的颂园 俄美狠狠地盯着对方 惠岭也注意到俄美 看到俄美在用手机拍照 误以为是在偷拍自己 上前质问俄美 还直接抢走俄美的手机查看 却发现对方只是在拍蛋糕的照片 惠岭顿时下不来台 敷衍着向对方道歉 俄美却不依不饶 硬是让惠岭买蛋糕赔礼道歉 之后俄美把蛋糕送给女演员 并炫耀此时 惠岭越想越气 回忆起曾见到碧莹与俄美交谈的画面 便约碧莹见面 想要得知俄美的底细 刚挂段电话院长登门拜访 因为女儿的一番话语 院长最近整日失眠 想来探听下女儿口风 碧莹安慰院长 她已经劝过女儿 等过一阵子 女儿克服这件事后 就会恢复 院长没有多言 想到教授 问起作家结婚对象的事情 四公司的猜测 男方一定离过婚 并且有孩子 碧莹直接说出士班的名字 院长惊掉下巴 不明白单身又多金的士班 怎么要和作家结婚 四日清晨 碧莹又开始思念起士班地点 不知对方是否在国外 爱上了金发美女 这时弟弟秘书发来短信 圣诞礼物也送到门口 碧莹开门后 才发现一身 圣诞老人打扮的士班弟弟 对方刚从国外回来 一见面就抱住碧莹 诉说着思念 还带来一大袋 圣诞礼物给碧莹和女儿 收到礼物的碧莹兴奋不已 特地发短信向对方道谢 两人热络的两着天 士班弟弟提出视频通话 正在泡澡的碧莹 害羞无比 拒绝了对方的通话请教 却故意摆出妖娜的姿势 发出了美腿的照片 这可让士班弟弟内心火热不已 立马睁大了双眼 深感窒息的他 想要立马与碧莹结婚 过幸福生活 这时女儿来到遇事 他还是对父亲出轨的事 耿耿于怀 碧莹安慰他 他并没有憎恨额美 毕竟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 就算他咒骂额美 也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 只会让自己变得恶毒 碧莹能看出额美本质并不坏 希望女儿也能和他友好相处 女儿不知以后自己遇到相同的事 是否会像碧莹般看得开 碧莹当然不希望 女儿遇到出轨的丈夫 不过人生在世 就算不是出轨 也会面临其他磨难 倒也不用担心 传到桥头自然直 另一边 性情大变的继母 请求孙女与自己 一同滑雪或圣诞 满足她的心愿 懂事的女儿 答应了对方的请求 不一会儿继母来接孙女 额美和院长 也弟同前来 这次几人一起去滑雪 只留碧莹艺艺人或圣诞 这可正遂碧莹心意 她连忙书籍打扮 来与世班弟弟见面 俩人约会的路上 世班弟弟拿出碧莹性感照片观看 还挑逗着说 自己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看到这张照片会有无限遐想 碧莹修红了脸 享受着对方的撩拨 弟弟带碧莹来到珠宝店 送给她定制的大钻戒 碧莹惊讶地等大双眼 接着又为她买了项链 以及情侣对戒 之后莹艺来到餐厅吃饭 世班弟弟直接拒绝了 服务员地上的酒单 望着碧莹深情地表示 她已经醉了 碧莹在她手掌上写上高手儿子 世班弟弟开门见山地提出 要与碧莹结婚 近期就要准备办婚宴 碧莹觉得有些操之过急 他们只是见过几面 并不是很亲密的关系 世班弟弟看出她的犹豫 劝摇摆不定的碧莹不要逃避 勇敢接受自己的爱 说完上前吻上碧莹 诉说着爱也 酒足饭饱后 弟弟送碧莹回家 又开始甜言蜜语哄着碧莹 还让她尖叫一声满足自己 说完停下车来 触碰碧莹腰部 碧莹被逗得哈哈大笑 世班弟弟顿时欲望升起 吻上对方 到家后 碧莹正要关门告别世班弟弟 对方却直接冲进屋里 一把抱住碧莹 与此同时 继母来到洗手间 面无表情地把头发剪断 本集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探计和包机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